这么做 第一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的爸爸 我们的妈妈 怀我们的时候 在他的子宫里面 我们并没有张口吃饭 也没有伸手跟妈妈说来晚饭 为什么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不会饿死 因为妈妈的子宫里面 会有一些妈妈的血管 会跑到我们的脊带 让我们有很好的血液的工艺 有很好的血管的一些工艺 让妈妈的营养 跑到我们的营养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而且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血管 你可以看非常多的血管 当然这些血管是用来干嘛 跟刚才讲的小朋友 胎儿的血管一样 妈妈会输送氧气养分 给我们胎儿 我们身上也会 血管也是负责输送氧气跟养分 给我们的正常的组织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讲过一句很神奇的话 鹿龙就是鹿耳朵的毛 鹿龙其实有很多的意义 大家知道说鹿每一年都会长脚 长得越来越长就把它切掉 切掉以后它隔年又再长 为什么鹿龙会长 鹿龙怎么长 鹿龙长的时候很特殊 它不是先长脚 它是先长血管 先长血管以后 血管长出以后脚才长出来 因为血管长到哪里 营养供给到哪里 那个脚才可以长上去 所以鹿龙不是鹿耳朵里上的毛 所以有人承认错了就好了 就不要再骂他了 不只是鹿龙需要血管的供应营养 癌细胞也需要血管来供应营养 跟养分 氧气 所以这是一个癌细胞 肿瘤在身上的样子 这是肿瘤 旁边有动脉也有静脉 跟我们人身上很像 这些癌细胞长在这个地方 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多 就好像你们家 越来越多人要吃饭的时候 你们家的米缸不太够用的时候 这些癌细胞就会分泌一些 血管新生因子在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到 这些血管新生因子 会跑到旁边的正常的血管上面的一些 血管新生因子的受体 这些受体 接受器 这些血管新生因子 跑到生命出来以后 旁边的血管 淋巴管 旁边的血管跟淋巴管 就会产生真身的情形 真身的情形 就会产生血管的真身 你看这是淋巴管跟血管 都跑到哪里去 跑到肿瘤去 为了什么事情 不是为了去跟它说早安 是为了要供给它养分跟养气 的东西 所以你看 当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讲说 吃到甜的时候 大家就拼命讨 一样 癌细胞也是一样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给我 我拼命在长更多的后代的子孙 子孙孙都跑出来 这时候它就会产生 更多的血管新生的状态 你看这个肿瘤的血管新生 更为丰富 你看 那这个癌细胞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有这么多的养分让我养 我怎么不长壮一点 长高一点 长大一点呢 你看就看到这个星星 所以 血管新生是肿瘤生长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不只是入龙长脚需要血管新生 癌细胞长大 长壮 长多 也需要血管新生 你看 这是肿瘤旁边的血管 长得像这个样子 当你产生血管新生 它就开始长牙 长牙的感觉 后来这个牙就跑到这个地方周遭去 攻击肿瘤细胞更多的养气养分 当这些血管跑到肿瘤去以后 刚好我们家旁边开了一条台湾大道 我要不要开车去台北 跑去高雄 会不会更方便 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转移 就出现了转移 所以当有肿瘤血管新生 癌细胞会越来越多 也会产生转移 包括淋巴血管的转移 就这样发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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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